天才总是如流星飞逝 如果没有当年那场意外 他现在可能会是一位 依旧充满理想的摇滚帅大叔 本期我们一起听听 黄家居的音乐故事 1962年 黄家居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劳工家庭 17岁那年 他捡到一把破墨吉他 他便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音乐 1983年 黄家居结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李荣潮和郑伟谦 他们一起去参加山野吉他大赛 年少际生的他们 给乐队曲名Beyond 亦为超越 最终他们成功夺得冠军 并正式出道 从来不知想拥有多少的理想 但离不开种种困有 变调脸色失忆的感觉 再次听到昨日的喇召 总有再次打碎我的手 人都不去迎人了的手 我与你又被之一气相识过 乐队初创 发展一直都不温不火 成员经过几轮换血 直到黄家墙和黄冠中的加入 Beyond的核心成员才固定下来 1985年 20岁出头的他们 决定自费办一场演唱会 结果钱没赚着 反而赔了六千朵 但黄家居并不甘心 决定在自费为乐队出一张专辑 次年 Beyond的自掏腰包 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再见理想》 然而这张专辑 依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与世世露面面 今天只想他 看透天制深情 都想活晚霞 在这个黑暗漫长 也正没对话 身边只想拥有你 换着我在路途 每一场可爱 在遇处的笑面 每一份尝试 就借过万人家 而无故地 在经历了自费办演唱会 自费出唱片等一番波折后 他们签约了一家音乐公司 签约后 他们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亚拉伯跳舞女郎》 小两依旧惨淡 到了第三张专辑 《现代舞台》也是如此 但这两张专辑 为他们后来的大伙 积累了一些听众 黑色的花车 梦中洗过 掌纹光 风小声 哼却了 曾思过 往世日的无故 1988年 比样的已经出道五年 黄家居也26岁了 公司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还不成功 就要解散乐队 与此同时 与黄家居相恋四年的女友提出 让她放弃音乐 不然就与她分手 最终 黄家居舍弃了爱情 悲伤之下 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 把所有对女友的愧疚写入歌中 来纪念这段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 比样的大地航空出世 成为了一首画时代的作品 在1988年的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上 歌曲《大地》一炮而红 在拿下十大竞曲奖的同时 开启了香港的飞情歌时代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 唏嘘的感慨一年年 但日落日出永没变天 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 竟不知不觉的无言 让日落无息心满对眼 1989年 他们推出新专辑《比样的四》 专辑中收录的《真的爱你》 是皇家居写给妈妈的歌曲 以感谢妈妈多年来的照顾和支持 这首歌进入电台排行榜十二周 最高排位第一 入选了89年度十大中文剪曲 成为比样的现场经常表演的曲目之一 春风快要恋透我的心 一生眷顾无言的松震 是你当我温定地无光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倾诉我跌倒不定放弃 没法解释敢可无尽真因 我已半大事无限 请准我实声真的爱你 第二年 他们又凭借专辑命运派对 拿下白金唱片奖 皇家居也因为光辉岁月 容具最佳填词人 光辉岁月 是比样的南非之行时创作的歌曲 恰逢曼德拉出语 以此作以示敬意 年月把拥有变造失去 疲倦的伤眼大着期望 今年只有残留的巨颗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盼望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走到 1991年 比样的发行专辑《犹豫》 其中收录的歌曲 《阿猫尼》 获得第十四届十大中文检举奖 风烟掩盖天空与未来 无座与冰冻的眼睛 流泪汗天制带悲愤 是用手斩争 到最后相同事已同 这一年 比样的迎来顶峰时期 成为香港第一个进洪馆 开演唱会的乐队 可他们却在此时 选择去日本发展 在日本期间 黄家鞠创作出 《海阔天空》这首歌 这也是黄家鞠生前 最后一张专辑 在1993年黄家鞠参加综艺时 从高台坠落意外身亡 失去了黄家鞠的比样的 在继续前行12年后 于2005年宣布解散 一晃27年过去了 曾经的少年都已 步入人生下半场 只有黄家鞠被永远 留在了昨天 中文字幕提供